美妝百貨內 這名女子穿了一身黑 帽顏壓得很低 選了一瓶護膚保養品說要結帳 結果趁著對方被其他客人叫住 又轉身回來 拿走檯面上名牌蛋香水 塞進包包又繞一圈到櫃台 把本來要買的保養品 大辣辣在鏡頭下丟進包包 裝作沒事走人 有東西放進包包的聲音 我轉身一看 發現桌上的香水不見了 我就跟他說你東西是沒有結帳的 你要拿出來 慌張的就把東西拿出來之後 然後就說他要去拿信用卡 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事後調閱監視器發現他 就是已經陸續偷了好多東西 女扒手還是自己開車來 違規停車在路口轉腳上車之後 一去不回 偷走知名保養品加上淡香水 瞬間害店家損失將近四千塊 他剛開始進門的時候都很正常 然後但一旦有客人陸續進門的時候 他開始直開我 受害美容百貨位於台中南屯區五泉路上 店家氣到把女扒手犯案證據公開 要提醒其他業者要小心 畢竟這人還在逍遙法外 假裝要購物 那趁店員在忙碌的時候帶走 警方懷疑嫌犯似乎是計畫性心切 因為在他得逞前裝模作樣 假裝諮詢商品 試聞香水還說要購買 讓店員拿新的商品出來放在櫃台 假借說要回車上拿信用卡 誰知道移去不回之外 更明目張膽趁機搜刮刑切 殊不知剛好在鏡頭下犯案 讓丟進包包內的綠色包裝 不被注意到都難 三立新聞無疑者李建營 台中報導